师父 我最后我想分享一个菩萨师父的开示 然后请师父慈悲演证一下 人间的缘分有很多种 有晒缘 有恶缘 有佛缘 有法缘 还有情缘 真正学习菩萨的是大慈大悲的精神 现在的人们被五欲六成染灼 根本分不清好的 恶的 以为大家做的都是对的 书不知这里面也会有业障跟着 做的不如理不如法 就是造业 所以修行就是改毛病 现在的社会只要人有一丝权利 人们马上就会前呼后拥 恭敬非常 完全忘记了本应该有的粗使心 为了心中的目的 把本性也丢了 真的很可怜 一个人要知人图报 知道自己心中的追求是什么 有的东西可遇而不可求 这就是佛法讲的因果 也是缘分 今天他很喜欢你的讲话 也是缘分 今天他跟你一说话就翻你白眼 这都是缘分 缘分会使你我自我陶醉 进去而出不来 如果好的缘分你进去了 入的太深 你出不来 你的伤痛在后面呢 如果恶缘你走进去了 当真了 报复了 那么下一个倒霉的可能就是你 所以师父经常给大家讲 平安是福啊 今天不管发生什么 发生了就发生了 事情发生一定有它的起因的 不管是咽过也好 轮回也好 总之是一个缘分 善缘我也安然处置 恶缘我也随缘处置 如果恶缘来了 不要去硬碰硬 以为自己很伟大 很神奇的样子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不要以为别人不敌你 多一个朋友多叫路 多一个敌人多堵墙 早早晚晚人家会报复你的 所以学佛了 让你们自己安然处置 怎么处 要念经化解 姐姐这儿加心经 最灵验了 你们去看看 当有恶缘爆发的时候 你马上给对方念心经和解节咒 不出一会儿 肯定非常灵验 师父给你们讲的 都是观世音菩萨的东西 不是师父自己编出来的 你可以去问问我们的佛友 有多少人梦到师父的法身 有的时候 台长还会跟观世音菩萨 一起来梦里加持大家 大家一定要好好修 心灵法门走到现在真的不容易 台长从小小的广播室 直到今天的家喻户晓 这些年也是师父拼出来的 师父很喜欢你们这些孩子 师父现在老了 等到有一天走不动了 师父就在观音村里 给大家讲讲佛法 到时候我们天天发起充满的 我们要让这种快乐 持续下去 不要今天我很忙了 我不念经了 不想念经了 理由一大堆 人生谁都很忙 谁都有很多事情要做 要合理的分配时间 做好每一天 不要等到身体得病 躺在床上才想到观世音菩萨 才想到我该念经了 那个时候已经晚了 真正的学佛人是抓住时间好好修 不浪费每一分每一秒 仅仅跟随观世音菩萨 记住只要你肯努力 至少你还有上天的那一天 如果你理由一大堆 天天忙忙忙 那么天上不会给你这个人间忙人 留位子的 我说的你们听懂了吗 最后师父再一次 感恩大家能够去米兰和巴黎法会 师父这次很开心 和很多佛友都握手了 我希望大家能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记住菩萨的加持是短暂的 真正的加持是你们自己 你们只有把你们的家庭照顾好了 父母伺候好了 身体调理好了 你们的佛心就显现了 真的不简单的 不坚定是不行的 一定要照顾好你们的父母儿女 做好你们自己 将来你们也像台长一样 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一定要改毛病 让家里人看到你们的变化 相信总有一些 他们也会学佛的 嗯 师父走了 咱俩师父 这是 这是 这是法生讲的 啊 这一模一样 跟我在美兰啊 私下开施一模一样 是吗 一模一样 讲讲的 啊这是 这这个同修怎么记得下来 这么多的 啊 那个就是 嗯 感觉 就是一种感觉 师父 意念吧 意念 就是一直写下来了 对对对 这边那个就是有感觉 然后 能一期后成吗 写的时候能一期后成吗 一期后成 对就是一期后成 这么厉害 对对对 大概四十 四十分钟左右吧 我的妈呀 然后就是打字 这边 就像说话一样 这边就打字 那说明师父的法生 真的很厉害 嗯 非常厉害 嗯 我自己说 师父那个 嗯 感受